设备参数各级调整 然后这里我们的一个调式这里 它有个马达调式 然后它这里是一个操作密码来的 它有一个操作密码就是123456 然后进去了之后 像我们进来这里面 主要就是要调这一个H1H2P轴 主要是调这三个 然后这个接播位置 这部位置我们出厂了之后 都不需要怎么调的 主要就是调这个三个 有时候操作密码过程中 就可能这三个就要经常动 那我们就先讲一下H2 H2的就是一个是 叉叉叉叉距离 我们调H2的情况下 第一步先复位 H轴先复位 复完位之后把H2这里 它有个测试 把测试打下去 然后它这里的距离 把H2测试下来 它这个插箭头 它已经是到板上了 到板上了 这个H2的距离是在哪里呢 这个插箭头跟板 是刚刚好平的 H2这个距离啊 就是说插箭头一板 是刚刚好接触板面 现在你看我们这个H2 对H2现在 拔下去它有点压板 你拍一下这里 它现在有点压到板了 然后就是说要把它抬高一点点 它的这个距离是这个头 由于这个板的面是刚刚碰到 TOSSA刚刚有个0.01毫米就可以了 像你这个 看不出 啊没事 然后往上调一点 调好了之后 这个位置对的情况下 就按一下设计 然后H1 H1跟H2的距离就刚好 是0.8 H2调好了之后 这里输个0.08 向上一下 然后设计 H1 H1也设好了 就相当于H1跟H2 它的距离就相差0.08 然后我们再回到H2 测系这里 然后再把P轴压下来 P轴压下来的情况下 它这里是有 必须现在要有一点间隙的 如果没间隙的话 它这个 会有时候 会把这里面的东西撞断 所以你P轴压下来的时候 它这里必须要有间隙 要能动 如果它没有间隙 就把这个P轴往上抬一点 怎么往上抬一点 就在这里向上 这个是P轴 把它向上抬一点 如果说它那个间隙过大 那你就往下调 你看现在 它就有一点点间隙 那我们现在 让它间隙大一点 现在的间隙是很大的 看到没有 这个间隙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间隙 然后我们调小一点的往下调 嗯 这就一点点间隙 有一点间隙 如果调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设计一下 设计一下 然后这里 复一下位 P轴复一下位 对 复完位之后应用 退出是完成 完成了 谢谢 可以 在这个位置 指寻一下